在关注尼斯卡车恐袭的最新进展 案发至今第四天 法国政府第一次承认 这起恐袭和伊斯兰极端主义有关 同时当局在逮捕一男一女 调查这起恐袭案 目前落网人数达到7人 尽管家属声称 袭击者莫哈默·拉乌阿吉 是好久好色之徒 也不是虔诚的穆斯林 但法国总理瓦尔斯指出 初步调查显示 拉乌阿吉心理状态不稳定 以致在短时间内就被恐怖组织洗脑 从一名完全没有宗教热忱的人 变成了极端分子 加上伊斯兰神权国恐怖组织自称犯案 种种迹象凸显了这场空袭 宗教意味浓厚